美国正式宣布9月24日开始,向年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10%关税。 目前,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10%,美国征收10%关税恰好对冲,也就是说,征收10%的实际效应是零,相信未来几个月,中美贸易顺差营会扩大,为什么特朗普不向这些中国产品征收25%,很显然地。 特朗普事计算过得失,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征税10%,对特朗普而言,风险恳大,搞出通胀,不利于选情,因此,一切得等11月中期选举过后才重新估算新的局势。 既然10%关税无损中国的外贸,因此,中国政府大让步的可能性也不高,也因此,昨日多只基建古如中铁390,中铁建1186,中交建1800街炒上,人人估计中国政府狠快地就会开动基建,来对抗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失业问题。 今天中国,有的事前,外贸出问题,可以轻易以基建顶上。2008年金融海啸,中国也是轻易地以4万亿基建使到经济全面復甦。 不过,也不要以为贸易战的问题解决了,特朗普只是为了11月国会中期选举才将税率调低至10%,选举过后,随时会上调至25%,更可能将剩余未徵税的中国产品全部徵税,理由是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10%,所有未徵税的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加大了。 销售量会上升,这使到中美贸易顺差会扩大。中美贸易顺差扩大会使到特朗普狠没有面子,相等于打输了这场贸易战。因此,我估计中美贸易战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。 美国主公,中国主守,今后狠长的日子,还会有新的战役。